说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关注的话题 就是2022年实体店的春天会来吗 话说回来这还是一个网友 前两天发给我一个视频 视频的标题是说的 人民日报撰文 让实体店活起来 然后2022年实体店的春天会来吗 他出了这样的细致 他让我看完以后 他希望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也出一起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之前是我出过很多跟电商 跟现在实体店的一个现状 相关的一些视频吧 他也是非常关注 他自己也是之前做实体的 而那个UP主他出的那期视频 他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思路 就是他呼吁他也希望实体店能够活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失业率很高 然后呢单纯这种实体店啊 就可以解决上亿人的这种就业问题 而且他自己立场非常鲜明 哪怕是实体店价格 可能比往上现在很多产品价格要高一点 但是它是一个有序的 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呢 他建议他也支持实体店能够活起来 那么既然我要来说的话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可能这期视频 我再做起来就没有啥意思了 所以呢 我就结合我自己的一些认知和了解吧 然后呢再出一期视频 希望给有很多对这个实体店 春天是不是会来 还抱有很大希望的 我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在梳理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必须先要清晰一个逻辑 就是实体店是怎么样萎靡不振的 作为一个经销商 然后把货物进过来 然后再加了一定的合理的利润 再去卖出去 这是传统的一种实体店一个模式啊 当然呢 这种的模式的实体店呢 大部分都是被在零几年逐渐开始兴起的 这种电商的这种商业形态 然后给碾压的 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些 在网上做生意的这些 这些企业主们去竞争和PK 为啥因为首先他们有没有房租的成本 其次呢他们还不交税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 不得不说 就是跟电商自身的这个更新迭代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本身最初的时候 从淘宝这种电商平台 只是说卖家把货物搬到了 这个电商平台去卖 然后呢减少了房租成本 和税务的成本 这个单纯光评这两项优势 已经和线下的这个实地点 已经没有办法同日而语 那线下实地点明显 但是处于烈时 因为就单纯光凭这个产品价格来说的话 那电商它是自然有天生的一个优势资源 但是没有过几年呢 这个电商平台又出了一个叫直播电商平台 然后呢很多的这种头部网红 他们有天然的一个资源 他们自己自身带流量 还有很多的明星也加入的 这个直播带货行业当中来 因为他自身这个明星的这个身份吧 他本身也是自带流量的 还有一些这种头部的网红主播 他们和平台还有一些合作关系 比如说威亚和淘宝 然后呢他们就形成对流量 有一定的垄断能力 他们有了这些优势资源 又更强的有个资格 供应商谈条件 你把价格给我压到最低 越是这种 好像你这种供应商 这种渠道的这种资源优势 你越强 对这个线下的这尸体的碾压 就会越粉碎 就会越严重 造成了这种商业形态 已经到了一种越来越卷化 尸体店的这种生意 越来越难做 这样的一个局面 甚至是同平台的一些小商小贩 一些电商 他们的生存空间 也已经越来越小了 所以说在2021年 才出现了一个现象 叫一人吃饱全民吃草 而这种现象 也加剧了两极分 定了一个国色 叫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下 我们不得不出手 出了一个反垄断局 对于一些行业开始 加强这种监管 和打压的一个力度 自从2021年 出了这个反垄断局以来 可以说 对一些资本的垄断行为 就是一些互联网大厂 牵扯存在这种垄断行为 纷纷出了一个 欧额的一个法单 比如说美团 拼多多 还有淘宝 这些互联网大厂 分分都收到了一个 巨额的一个法单 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呢 同时又爆出来 这个头部网红一姐微雅 然后查出来 逃税六个亿 补交了13.14亿元 这个事情呢 在整个网上就炸雷了 引发了这个电商行业补税潮 包括你像这个 做电商的这些商家 还有原来做过微商的 一些这种大咖 然后还有在 这个短视频平台 很多这种就是一线的一些网红 他们在直播间卖过货的 或者说他们在直播间 靠打PK去赚钱的 纷纷迎来了一波这种补税潮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补税 补得倾家荡产 陆续都纷纷退网了 比如说我前天就看过 那个盛仔 咱们这个抖音平台 一个一哥呀 然后他在和一个 一线主播在打PK的过程当中 他聊起来 他已经补交了几千万了 然后呢 说起来谁谁谁 已经有很多人 都开始陆续退网了 这个事情其实就引发了一个事 这种电商税啊 陆续正在路上 可能会意味着 我们在2022年 很多还在做电商行业的 一些从业人员 在高额的一个税数的 一个情况下 有很多人有可能就撑不住 陆陆续续就会退网了 这么多铺垫以后 我们就开始逐渐的 这个切入主题了 既然这个电商陆续 有可能会开始收税 会不会意味着 以后这个电商就不会这么泛滥 甚至价格有可能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 会加价 对吗 那这肯定就意味着 电商和线下的实体店 它在竞争的 就处在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立场了 会不会啊 增加很多人去线下实体店 去购买物品的这个几率呢 这个其实是有待考虑了哈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时代背景下 大家不要忘了有一个拼多多现象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提一个概念 叫拼多多现象呢 其实我原来那时候 发过一期专门的视频 说这个拼多多的事 我说拼多多如果这么继续干的话 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淘宝给干掉 当时我出那期视频 是在电商税 还没有准备收电商税的一个前提下说的哈 因为淘宝 它的售后落后了 因为拼多多 它是无条件 无理由退货 陆陆续续的 这个拼多多 现在已经有了将近八个亿的一个用户 基本上是 所有的智能手机的一个用户 都知道拼多多 并且有可能都用过这个拼多多 因为很多人是被迫无奈 被朋友可能拉着去砍了一刀 然后呢 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互助的一个游戏 然后下载过这个拼多多 当然很多人都深知拼多多的反感 但是呢 又迫于自己 没有更强的一个购买力 然后还在这个拼多多去买东西 比如说我 所以说呢 大部分老百姓都有这样一个感受 他知道拼多多卖的东西 很多都是假冒伪劣 都是次品 但是出于这个平台提供的东西 确实便宜 而且他可以提供 这个无理由推翻货 所以说也很产生了很多白嫖党 老百姓呢 就是出于自己没钱 出于自己又想满足一些 自己的虚荣心的一个需求下呢 还在依赖于这个拼多多这个平台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电商税 正在路上的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在2022年 拼多多的一个用户 它的产品会逐渐的加价吗 也未必 因为这个电商税 也不是所有的 只要是你在淘宝上 或者拼多多这么电商平台 去卖东西这么上架 你就要交税 它是有一个起征额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拼多多 就给这些将近八个亿的 这种低消费人群 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 它的存活空间 仍然是生命里非常旺盛的 你在短期内 让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消失 甚至消亡 不太可能 虽然拼多多现在呢 它的这个负面 新闻非常的多 特别是在2021年 炒的这个拼多多砍一刀 很多人反感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种拼多多的现象一样 出于我们资深的消费能力不足 我们还得去爱它 对于电商税的征收 可能刷单的现象 会逐渐越来越少 然后出于电商税的这个征收 可能有些这种大的这些商家 他们是比要加税 所以说呢 有些小的商家呀 他们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 这个生存空间 这个价格 有可能会形成两极分化 就是正规的这些商家 它出单量比较大的 还要交税 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干不过 这些小的商家 但是这些小的商家呢 因为它的这个出单量比较少 然后呢 它拿货的这个 这个数量肯定也少 那它有可能会导致 它金户的这个成本价格 也会稍微高一点 整体上来说 我认为在2022年 这个产品的这个 修书价格会比以往 要提高一个档次 但是很客观的讲呢 在电商平台去 卖货的这些商家 那就比如说这个拼多多 或者是说淘宝的这些商家吧 即便是它先不用交税 或者它开始交税了 那它和线下的这个 实际店相比的话 它仍然没有一个 高额的一个房租成本啊 所以说呢 它和线下的一个 实际店来比PK的话 仍然还是占据优势的 就像我刚才这个 逻辑捋下来以后呢 是不是大家都明白了 这样来看的话 加一点税 同时大家都交税的 一个情况下 你和线下这个实际店 也交税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你没有这个 高额的房租成本 线下的实际店 仍然处于一个劣势 所以说这个线下的实际店 我认为它的春天 有可能会慢慢的恢复 但是绝对不可能 这么快的到来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用同步网红啊 让他们去帮你卖 然后有可能会有 很多的这个套路 曾经我专门 说了一期 这样的一个视频 就是起底 网络直播带货的 一个套路 很多人都已经看过 这里边有很多的 这个套路 特别是有一个 MCN的一个机构 很多的这种 生产性企业 生产制造性企业 他们有可能会 慢慢的转化成 自己不去借用 外界的一些 这种头部网红的力量 他们自己有可能 直接开这个直播间 就是官方厂家 直销 比如现在国产品牌 红星尔克他就是这么做的 本身老板就是 在我们全国 老百姓人民心中 人设施非常高的 一个形象 非常高的一个人物 然后他自己 在直播间直接卖货 就是陆陆续续的 去模仿 红星尔克这种 做法的很多厂家 有可能就会 逐渐上线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当然这样的一些 国产厂家 他们会直接 然后甩掉 这种经销商的 这种运用模式 然后直接全程 来靠自己 做直播卖货 这个也有可能 需要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下子 把所有的经销商 全部砍掉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说有些货的 这个价格 它肯定会为了 保护经销商的价格 它在直播间 也不可能违背 这个市场规则 去压价去卖的 但是通过这一个现象 大家就应该能够 捋出一个思路来 你原来的那种 通过一级经销商 二级经销商 三级经销商 逐渐不断加 好几层价格的 这种现象 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听到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一定的思路 就是市体店 真的没有未来了吗 不是没有未来 它的春天 有可能会到来 但是它这个 回暖的这个阶段 它需要一个过程 也不可能是说 立马市体店的春天 就到来了 但是以我自身的 一个体验和感受的 我认为 以后在我们 线下的市体店当中 你就摒弃掉那种 高额房租的那种 就是门面店 你去找一个 更加适合的 这个房租成本 相对来说 比较折重的一个店铺 能够提供给客户 给消费者 更加全面的 更加专业性的 这种综合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以平价的一个形式 出现老百姓的事业当中 我认为 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比如说 以我自己的一个 切身体验吧 我平时是 不太喜欢出去逛街的 然后我买的 很多的衣服呀 我就单纯说衣服吧 大部分都是从网上买 当然就是拼多多了 但是实际上 拼多多给我的这个体验 并不是特别好 有些衣服我看上去挺好看 穿到我自己身上 并不合适 但是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去逛街 就大年三十那天 上午没事 我出去逛过嘛 去买东西 我就发现一家 这个超市楼上 它是一家大型的 这种就女装的 一个综合服务平台 我发现他家里 全部打的一个 平价的一个口号 而且我就去看 衣服都很漂亮 看上去比我在 拼多多买的这衣服 质量都档次都高很多 但是我一看价格呢 比拼多多的这个价格高一点点 完全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我就一下买了好多件 就是我想体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如果能够给大家 这个衣服和这个衣服 搭配特别好看 然后呢 并且在导购的一个 建议下呢 能够给你搭配一套 或者两套 更加符合你气质的 这种的 像定制化 或者个性化的一些 服务内容的话 而且你的价格又 刚好适中 能够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适应范围之内的话 这样的店 有可能会一下子就吸引 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注意 你比如说我吧 我自己在这家店 买了衣服以后 我的体验非常好 我认为比我在拼多多买的东西价格 性价比较高很多 有可能在 以后我再买衣服 我就首先要考虑 来这里 我自己试一试体验一下 我就放弃了拼多多 因为拼多多买了很多的这个东西 买三件吧 连一件 有可能都不是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中意的 但是我可能去这里 稍微多花一点钱 但是买了好几套 好几件 都是我自己试了以后 自己感觉非常满意的 所以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我列举的 我自己亲身的消费的一个体验 实际上就说明了 这个未来的这种实体店 它的这个生存密码是什么 第一是评价 第二是这种综合型的这种服务 给客户一种 专门为我这个量身打造的 这种一个更加专业 更加完善的一个服务吧 综合来说的话 就是客户的这种购买体验 很重要 说句实在话 2022年我自己认为 其实也是很客观的 大家可能也都感受到了 就是整体这个消费 应该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想能够多去 诱发客户的购买欲的话 你只能比别人价格 就是性价比更高 就卖的更便宜 质量更好 只有这样你从楼楼 抓住客户的消费心理 那么实体店的春天会来吗 会来在大家都没有钱的一个情况下 它只能是说非常缓慢 什么样的时候 实体店的春天才会来呢 老百姓手里都有钱的时候 才会真正的到来 但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呢 我也不敢猜测 只能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 我们下期见